国庆四天廉价发生两起食物平台外送员机车车祸致死案件 劳动部长许明春今天在立院备巡时 被许多立法委员质询相关问题 他强调会先到发生车祸的Food Panda和Uber Eats专案劳检 预计两周内完成期假检查 立委陈一鸣也针对外送平台与外送员 到底是承烂或雇佣关系要许明春说清楚 他们的外送员跟他的这个公司是属于承烂的关系 还是雇佣的关系 承烂关系是哪三家 就是Uber Eats专案务检查 和The Not Love Me 好 那我们去讲这三家 为什么他们认为说这个是承烂的关系 难道他们对于外送员没有任何的监督跟指挥的机制吗 若是受他的指挥跟监督 当然就是应该算是雇佣的关系 所以我要求我们的检查他回去 主动了解解释他们的契约 不是他们说了算 立委李燕秀也炮火猛烈 从劳动部的角色里认定的想法是什么 但是我现在要讲的说认定原则只是让原有既有的原则标准 更明确让地方真的好遵循 但事实上就丁台业整个外送员之间的关系 本来就一个认定的标准 承烂或雇佣都有可能 甚至有所谓类雇佣 只要他有符合从属性之一 人格经济组织只要有一个符合 就可以认定是雇佣 我们不容许假承烂正雇佣的情势发生 许多立委要求劳动部帮外送员取得相关保险 并成立工会 许明川表示 本周将和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研议 外送员符合哪种商业保险 也会辅导他们成立工会 他也强调外送员是高风险工作 业者不管有无提供保险 都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北市劳检处也正在进行劳检 会搜集平台与外送员间契约资料 调查是否假承烂正雇佣 如果认定双方为雇佣关系 雇主却没有给予必要的防范措施 就会依据职安法开罚 三万到三十万元 苹果的新闻是记者自己跑出来的 这是他跑得更快更好 熟你的媒体 苹果新闻网